大家好,我是五仔 我是傻聲,我是謝婷婷 我們是三人會議 跟大家說這個題目叫做什麼? 窮L出生真的很不同 還有有錢出生含著什麼出生的 她媽媽含著什麼出生 令你出生 今天說大家窮L 我今天找到幾個不知什麼階層的人 自己報了 我自問是一個窮L 不過我父母從小到大跟我說 我們都算不錯 但因為有比較才有傷害 因為我中學時的人實在太有錢了 我自問是窮L出生的 你呢? 我是阿爺那代有錢L 說到阿爺那代? 對阿爺那代 我小時候讀幼稚 那時我都覺得自己挺有錢的 我都挺任性的 然後呢? 後來就加到中落 變了窮L 少了,你說阿爺那代 我以前是地主來的 被人鬥地主鬥死了 其實也是窮傻 你是窮傻 雖然我現在很有錢 裝傻了 這個呢? 窮窮窮窮窮 OK,大家都是窮L了 說到這個 topic 窮L其實真的差很遠 就是輸在氣跑線 那你覺得有什麼輸在氣跑線? 你先說吧 你先說到自己的家道中落 最重要呢 就是那個… 其實又是說到做父母 我覺得我最怨恨的父母 是不懂得送小朋友去外國讀書 這個一定是輸在氣跑線的 是嗎? 是嗎? 其實我… 你講到是怨恨的 因為為什麼呢? 是認識不外國回來的朋友 去過外國讀書 不外如是而已 你去完當然是這麼說 我還沒去過 不是呀 我看到很多都是不外如是 是啊 未必每個讀完回來都是成功的 一樣有做地盤佬的 就是回來做地盤的 或者做一些勞動階層的 那些人以為浸過鹹水回來 那些英文厲害一點 就是我… 一定厲害一點 一定厲害一點 我夠膽這麼說 窮飛龍的英文應該差過我和希哥 是真的 他在加拿大讀書的 我聽過他講英文 我不講而已 我覺得我好過他一點點的 不是的 看看你的人的吸收 還有你肯不肯在那邊說話 說到這個外國讀書 希哥應該有很多話說的 為什麼? 我沒有讀過 你恨不恨在外國讀書 恨 因為我見你經常學英文 為什麼你這麼想學英文呢? 因為我覺得外國比較少人 這邊太多人了 哦 如果是窮的出身 其實看得出的 就算你可能出來做事 開始有些經濟能力 賣東西 那賣東西 那賣東西呢 本身是窮的 買完東西就要告訴你 我買了車 我買了什麼 然後不停拍攝 那些通常有錢的 那些是被人問多 你這個我沒見過的 那樣子 那樣子 就是被人問的 那些是輕輕一點 很難才有的 但是要不經意地鬆出來 那樣子 那樣子 很不經意鬆那些 其實都是窮的 那不是啊 那些有錢那些是假裝低調的 他是想曬 但是 是不是真的窮 L出身才曬呢 我見有個人富三代 就是阿爺那一代已經有錢了 我不是說 大家認識那個富三代 我認識一個富三代 他都是 他都會曬的 就是他心裡心中貧窮 不可以這樣說 不可以只能夠這樣說 他看到一些東西覺得很貴 譬如你看一百萬很多 那一百萬算什麼多 你隨便一層樓都有幾百萬 他看得多就是他貼地 是不是 他知道那一百萬是多 是不是 原因是他未真正知道一百萬的價值在哪裡 他一出生可能已經有一億或者多少錢 你說香港有62%的人 說的業主是供滿了一層樓的 那你一百萬個個層樓都五百萬 其實一百萬一點都不多 但是他會告訴你 我什麼時候又花了十萬八萬 有些人是會覺得 那個錢是一個數字 有些人就會覺得 厲害了 拿給你 曬給你聽 我做了這些事情 我又覺得不完全是他窮L才會曬 我看過有錢人都會曬 甚至我朋友說我不是沒有錢 拿錢包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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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百萬來的 那些全部頂你那份我都有 那個真的非常有錢 所以我覺得不完全是 會不會是他當你是窮L 所以以為覺得一百萬是很多 不知道 他覺得你覺得一百萬很多 就等於他覺得你覺得一百萬很多 其實一百萬一點都不多 他的圈子全部都是窮L 所以他就不斷耍一百萬出來算 而真真正正你說有錢還是沒有錢 不是說你家裡也沒有錢 你賺不賺到那個錢 好像剛才說到什麼 好像林作那樣說林作 他老母也有錢 他說我媽媽也有些 但是他看到一百萬很大的 我是為一百萬才打 真心一百萬不是很多人會受 可能你會不會受 當然會受 我不受 很明顯出的東西是假的 是氣來的 你覺得會不會爆肝 最重要你那個權財會不會爆肝 肯定會 你覺得不會 我們來一題 我們先說 窮L和有錢L的出身有什麼不同 我自己第一樣覺得就是教育方面 有錢的人讀書當然要讀什麼 國際學校 找什麼補習老師 英文 你剛才都說去外國讀書 這個我覺得是最大的分別 但是就看看你本身家庭有沒有貧 沒有錢那些都未必沒有貧 要靠骨氣 沒有看功夫 那是長江七號 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件事給你聽 沒有錢 原因你以前那些人通常都不是很讀書 但是如果他支持 譬如他本身都是窮窮的 他就告訴你不是很窮 因為這件事我就可以親身經歷告訴你 我媽媽小時候就教我讀書 我回到學校就被人笑 原因就是他自己都搞不清那些讀音 然後他把錯的讀音教了給我 這個就是我一個小時候的小小的不開心 到現在怎麼說出來 有些淚水想流出來 但是其實沒事的 那一刻我講了出來 他原來一個很簡單的字 他不懂他教育 他以為是對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那時候的出身 令到我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我沒有哭 沒有紙巾 不知道為什麼 很傷心 不是說笑 我媽媽經常聽我的節目 不是主要原因 就是大家想討論一下問題 即未必是怪責他的 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沒有怪責他 好像之前說過 他也是被人生來這個世界 我也是無緣無故來這個世界 只是大家想討論一下問題 這個第一就是教育 第二就是氣派 我以前有個女朋友這樣說 他這樣說 他真的這樣說 我怎麼跟他 我小時候就周圍飛 我小時候就在大酒店出入 我怎麼會問問問問 他那個人的格 他走進一間店 雖然第九格 有一點 不是太親民 他覺得有些與別不同 他進去有一城的地方買化妝品 我和朋友一起 看著他 我們兩個看著他 做那個行為 我們就說 嘩 他怎樣呢 他走進去繞一對手 那個人去銷售他 那個人去銷售他 他不想有人銷售他 他拿著一支東西給他 幫我包給他 我慢慢看 你明不明白 不同的 大家那個氣派 超出了我的想像力 這個貧窮就是 貧窮就是超越了我的想像 那個銷售師去銷售他 小姐我們什麼什麼 隨便拿起一件事 你拿著 幫我拿去那裡 我慢慢看 我再找你 我不會這樣的 通常我自己 人家去銷售我 我裝聽不到 或者怎樣 然後走走走走 通常就是這樣 他真的完全不同 他多次都是這樣 整個人的感覺 那個氣場都不同 如果我是那一班銷售師 看到這樣的情況 我就隨便拿一些 最貴的東西給他 這個啊 這個啊 他不斷拿 不斷拿 不斷拿 他就買很多東西了 他會這樣說 我有需要的時候 我才叫你過來 是他去到哪裏 都是一個 可以主導世界那種氣派 你真的要笑 真的這樣 對著他 哇 每天都是這樣的 很過癮的 這個就是那個人 例如可能 對世界各樣東西 譬如我 要買一些東西 他就跟我說 買吧 又不是貴 一千多元 這樣 然後買一隻鞋 可能二三千元 這隻鞋 合理啊 我媽媽也是這樣的 你買一隻啊 玩東西啊 跟著說 就是令到整個人的感覺 跟普通人很不同 通常我們就是 什麼都在想著 不要緊 如果是有些 其實他都不想的 可能小時候 家人教到這樣 或者怎樣都好 但他最慘的 我以前有一個 有一個X 我告訴他 你這樣不行 其實我是很中容 那樣 我不是太差的 我告訴他 你這樣是離地的 我怎麼會離地呢 哈哈哈哈 你就繼續當我離地 其實他就覺得 不是的 你說好了 你說我怎麼會離地 我那個是 是離地的 你出了個帳 我小時候就 不不不不不不不 是不同的 我小時候就聽過這個名字 是不是很不同的 就是大家 很難跟那些人 就是有錢的 很難跟窮的人 做朋友 超出了我的想像力 真心就很難去 認識到很多朋友 那你覺得 窮的開心 還是有錢的開心 當然有錢開心 A哥說呢 我覺得自在最開心 哈哈 就是我覺得 為什麼是有錢一定開心呢 有錢呢 有得選 我可以選有女朋友 沒有女朋友 或者可能你說 你說有錢都未必開心的 有錢我沒有健康啊 沒有女朋友啊 是不是 但我沒有錢我沒有得選的 是不是 我有錢我可以選我入哪間醫院 或者我選什麼都好 我沒有錢我沒有得選的 是不是 我講另外一個呢 剛才講氣派 第一個就講教育 跟著那個呢 都是教育 但就不是老師教你教育 是家裡的新教 就是我告訴你 在香港大部分人家庭最迷信的一件事 就是叫你正正常常找一份工作 是不是 我以為叫了正正常常 叫隻雞 哈哈哈哈 有錢人呢 通常說有錢人呢 我們看窮爸爸富爸爸 那些富爸爸 他們不會是 我有個劇本 我這樣形容 但事實上他是這樣形容的 有錢人的爸爸呢 不會是勞動階層 就算他是勞動階層 他也是打工皇帝 他不會叫兒子 以後你找一份工作 怎樣怎樣怎樣 他只會告訴你 其實這樣可以賺錢的 好像 阿喜哥和我剪很多片的那個 Ivan 他家裡是炒股票出身的 他父母是做股票行的 他小時候就教兒子不是儲錢 他教他怎樣賺錢 在這裏呢 錢賺錢這個概念 我三十幾歲才認識 他幾歲就認識 這些就叫做贏在起跑線 是啊 根本連我家人都不認識 我小時候家人就叫你 丟到豬仔錢箱那裏 其實豬仔錢賺錢賺到爆也沒有用 你都不懂他怎樣用 是啊 他們就懂得教兒子 教你成為一個 可能是創業家 可能是投資者 或者是自由工作者 普通人 剛才的 topic 就是說 彭L 他最大就是 有一個迷信 就是教你們 用時間去賺錢 是啊 多做一些工作 勤力一點 讀好一些書 是啊 我小時候就是 不小心進了這一行 就是怎樣呢 他就說勤力一點 小時候 就是叫什麼 灌輸那個 不要怕吃虧的 那個觀念給你 年輕人也不要怕吃虧 一定會有人欣賞你的 以後世界是你的 這樣 我告訴你 為什麼欺騙孩子 年輕人不要怕吃虧 是專課你那份 夢想的工作 就像做演藝 你不怕吃虧 就像法國 劉德華那些 是會成功的 如果你去外面 正正常常打一份工作 你不怕吃虧 就做到你 沒錯 踩到心口 你只會做到 那間公司裡面 最低的階層 最不怕吃虧 就是周立十個大姐 是不是 那天有人吐 你就是抹 是的 你升職之後 那些事情是誰做的 誰抹 是嗎 不同的 如果你做的事情 是你的夢想 你不怕吃虧 你會慢慢升到 因為別人沒有你 但是如果你那份工作 本身是沒有什麼前途的 或者都是人打你 打的那份工作 你不怕吃虧 你只能夠做打雜 是來到這個時刻 我知道下面很多留言 在吊 在吊 那些什麼什麼什麼 其實我們都是用經驗去分享 我被人找笨 找了幾十年 真的 真的聽到這些話 想吵 不是說負能量 什麼 是他 他說 我們應該做節目的 就不要說放負 要向大家 鼓勵大家向正面的想 其實不是 這是我們現實拋出來的 是你說 不怕吃虧是吃虧 我就說不怕吃虧是沒問題的 因為大家做的工作性質不同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什麼叫誇代貧窮 我就是 你不是 你有車有樓 神經病 我們這裡三個都不是 我看過一個例子 很慘 我從小到大 就看著這個例子長大 我見到 不要說 有些人 原生家庭是窮 去到 他們的努力 你都有自己的居所 這些叫做出頭的 但有些人 我告訴你 我小時候 就見到一個實例 都不怕說 就住在我旁邊的屋 他父母真的很窮 窮到做小販 就很窮很窮 家裡很簡陋 你是沒見過有DVD機的年代 他家裡的電視是黑白的 這個是很糟糕 其實他兩個子女很生成 真的很生成 讀書也很厲害 拿獎學金 然後就是讀大學 哥哥在大學裏做助教 很厲害 一定是厲害 一定是厲害 他出來的社會 人家就覺得他什麼都不懂 實戰經驗欠奉 不是實戰那麼簡單 是一個社會裡面的東西 你什麼都不懂 就排斥你 就是覺得你 為什麼你這樣 書呆子 是吧 你出來做事 其實跟你那個書本已經無關 是啊 可能你所有的成就 可能在學校裏做助教 你很厲害 課本上面很厲害 但你做人方面 你不懂得說話 你不懂得跟別人溝通 人家說這樣那樣你不懂 你沒有聽過 你去哪裡旅行啊 沒有啊 我從來沒有去過 你小時候爸爸媽媽沒有帶你去哪裡 不懂得分享 那人就自卑 之後那個人呢 讀很多書 拿了獎學金 在大學做助教 我想讀到碩士 最後他精神病 慘到就是回來拿刀斬老母 嘩 真的有這樣的事 然後有警察來 怎樣抓他 我見到這個是悲劇 那個悲劇就是告訴你 課代貧窮是可以很嚴重 而且讀這麼多書都是沒有用 都是要斬老母 其實讀書呢 他有用是讓你見公那一刻 你真的要除了是課本上面的書之外 你真的要走進那些書局裡面 看看那些心理學 看看那些人際關係 怎樣才可以搞得到 在社會上面 你不要只是說 追兒追女 就算你怎樣對人 普通一個人 你怎樣去對 他不懂 他真的不懂 他是謙虛 那些人是不會裝作 去到某個年紀 人家會覺得 你是不是傻的 他自己的心就會不開心 不是啦 我讀這麼多書給你說我傻 對不對 他沒有一個版 沒有一個版 給他看到在這個世界怎樣做人 好像二十幾三十歲 他見到我 他見到我 他見到我的時候 他這樣 很久沒見 很久沒見 這陣子 在哪裏工作 這陣子 你覺得他是不正常 他其實很想跟你交際 但是他不懂 那些人就覺得 好像你這樣的反應 幹什麼 他屈屈下 變了不開心 或者是有些精神病 然後最後 他歸咎於 他怪他父母 其實看到是很傷心 他父母很辛苦去讀書 到最後 你別這樣說 到最後 那個兒子搞到這樣 我們看到是悲劇 所以想勸回小朋友 你們除了要聽爸爸媽媽說 讀書之外 找多些不同的東西去看 去學 最重要的一科 其實有些過程可以讀 叫做人際傳義 就是叫做 言與人之間的溝通 你要懂這件事 你才可以在社會上發到為 很多人 你說貧窮 不只是讀書那麼簡單 你上一代 是你上一代根本都不懂做人 沒錯 他教不到你那件事 你以為像你爸爸媽媽那樣 一尾得做字 就可以了 這樣就笨拆了 當然了 現在社會已如我詐 很多古惑仔 不是古惑到好像我這樣 都很難認識到你的古惑仔 和蒙到這些年輕人 是不是 怎樣蒙 你要有差不多的口才 想頭 才可以無中生有生出的東西 就算有些人很努力 之後他得不到他的東西 他最後會歪了 還有他回到家 他又怨 還有他不知道跟誰說 跟他說 跟父母說 他不會告訴你你有什麼問題 到最後怎樣 不是你的錯 是別人的錯 但出去又好像是他的錯 那就搞到人家會這樣 他開始已經上腦了 講到傻傻地 你瘋了 我一向做節目 別人就是喜歡聽我入獄 因為這件事是真人真事 真的很淒涼 從我們全家看到 我們全家都很幸福 那有沒有什麼話 跟窮L出身的人說 每人說一下 你先說吧 繼續努力 就不要被人欺騙到 我覺得如果你有些想發展自己 就放膽去發展自己 不要問你家人 或者問你朋友 有時候你想超越你現在的階層 你沒辦法問你那個階層的人的意見 你要問上一個階層的意見 那要遇到才行 那當然去努力一點去認識別人 你的問題就是常常認識不到人 就是 我沒有這個問題 我什麼人都認識到 我真的告訴你 有時候人是這樣的 希哥剛才說得很對 你想去做一件事成功 如果你經常需要人 你經常需要人認同你 需要人鼓勵你 你不會成功 這個話不是我講的 馬雲講的 如果你要做一件事 創業也好 什麼都好 你要人去認同你 要人去贊同你 才去做 你這輩子都不會成功的 你真的要成功 你這個人要很強大 內心要很強大 所以我經常跟別人說 你要多讀一些不同的 最重要就是讀心理學 你怎樣去強大你的內心 怎樣去找回你的自信 這樣你才可以脫離到 那個誇代貧窮的問題 我不知道大家聽完之後 有沒有東西拿走 但我真的很想 那些人看完我的節目之後 有個反思在 就不要經常怨自己的父母 其實我們出身都是這樣的 尤其是我小時候 我告訴你 熱水爐都沒有 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我是用過煤氣爐煲了水 然後倒在那個盆裡 這樣洗澡 你有沒有 我沒有 直接倒在身上 我不用煲到它滾 煲一點熱就可以了 大家其實都是那個階層出身的 所以有些人 千萬不要太怨 父母 為何人家那麼有錢 我父母那麼窮 其實你們現在的窮 就不夠我們以前那麼窮 每個人努力 是可以拿到你想要的東西 今天時間這麼多 謝謝你 我又是騙小孩 為何我們是男生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鈴鈴 分享留言給你 拜拜 這個嘉賓很不正能量 下次換掉它 色情的東西才適合你說 對